嗨,哈喽,哈喽,Bell,哈J,好久不见哦 你们的气色怎么都那么好啊,整个都没有变呢 哪有,整个疫情关在家里,都没有出门,都变胖了 宝大呢,不是约好在这喝咖啡? 不好意思,我看时间还早,我就去逛书局了 我又刚看了很多刚上架的新书,你知道吗? 然后逛了逛了,我就错过我们的时间了 没关系啦,不用不好意思 反正这次就由你负责来买单请客就好了 你们说对不对啊 那有什么问题呢?那么久没聚了 请客请客,这是我的荣幸 说真的啊,我们差不多好几个月的时间啊 都没有聚在一起喝咖啡了 今天难得可以好好的来聊一下 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疫情期间,我就关在家里 哪儿也不能去,只有上网追剧 要不然就是找一些好的片子 有时候觉得蛮无聊的 真的,我每天都要出门的人 这次的疫情啊,把我们大家的生活习惯都打乱了 是哦,我自己这边是还蛮充实的耶 因为趁这段时间有空,我就去翻出我去年早就买好 一直很想慢慢细读的一本书 我跟你们说,他还是去年在博客来 曾经网路排行榜首的畅销书 诶,什么书啊? 好奇哦 他的书名是《谁偷走了他们的青春》 那本书可是真人真事,完全没有经过改编哦 他囊括了国家级犯罪守法权记录 还有受害者的回顾 书里面呢,有好多感人的血泪故事耶 看了其实都替他们满难过的 我呢,其实用了半包卫生纸 还有无耻的政府官员 看他们在高高在上的态度 还有那些恶情恶壮的嘴脸 哦,简单说呢 这本书根本就是一个武林奇案 听你这么说,这本书一定很好看 可以先说来听听吗?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诶,等一等 你说的那本书不会是 谁偷走了他们的青春吧 我在网路上有看到作者的分享 他说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心情非常的沉痛 然后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他写到有一篇就是 请还给我一个爸爸 然后我看完 我真的心都揪在一起了 真的很难过心里在想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检察官 害人家家破人亡 真的太没有天良了 当时我还在想 这本书啊 如果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也要来看看 然后呢 正好 现在听到了 你赶快说来让我们听听吧 没问题啊 我跟你们说重点哦 说的内容 他讲的是一个气功武术修行的团体 太极门 他们早在民国85年的时候呢 政府借由宗教扫黑的民意起见 然后无故遭受迟于这样的事件 那时候的检察官叫何宽人 他缔造了荒谬不实的起诉书 去起诉太极门 然后呢 后来就衍生出一桩炎弹至今都已经25年了 却还没有解决的冤作假案 哦 真的是 你看台湾一直在强调 自我引以为傲的民主法治啊 可是这个理想跟现实的反差很大呢 我有在网路上搜寻了一些影片 你们直接看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完整始末是有多夸张 嗯 真实是一直都是 事件起立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呼止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财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 看到散过医师 用眼神来办 家伟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猪 所有的人都知道 桃木剑是正邪刺杀 是辟邪 在家里面摆的吉祥物 怎么会是侯宽人所讲的这些东西 而不止起诉后再找证据 检察官甚至在起诉后 才首度针对起诉内容询问被告 4月17号上午去这样搜索 找到这个桃木剑 带走说是养小鬼的证据 4月17号下午才问掌门人说 你有没有养小鬼啊 但离谱的不光是侦查程序 86年5月5日接受TPBS电视台 新闻百分百 李斯端主席 他当然是否认 但是我从他眼神里面 看到一丝散过一丝的印尼 以我们办案的直接就是说 认为他应该有养小鬼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如果一把桃木剑 就可以污止人家养小鬼 如果一个检察官用眼神就可以来办案 诚如影片上所说的 台湾真的是永无宁日 想到这里简直是太离谱太荒谬了 真是划天下之打击啊 你等等咯 还有更离谱的事哦 你们再继续看下去 侯宽然在侦办太子们案中的 那种种违法呢 遭到了监察院主动的提起调查 在民国九十一年的时候 监察院以九一院台私治第0912600349号 涵附调查意见 详列了侯宽然在侦办太子们案中设有八大违法 而要求法务部对其从严究者益处 这八大违法包含了第一个就是违反侦察部公开 因为侯宽然在85年12月19号 率领的媒体大规模的搜索太子们全省的各处盗馆 让电视台取得所谓的这个独家的新闻画面 而且在侦察期间更是持续未养媒体资料 导致当时有超过400多篇的 耸动连载式的报导 以及12家的电视台超过70次以上的转播报导 企图营造舆论一面倒的负面观感 侯宽然本人他甚至上了电视台来公开谈论案件 第二个就是违法搜索 85年的12月20号 几位太子们弟子在接受媒体访问 说明外界所指控的这些太子们的种种是有错的时候 结果几天后竟然遭到侯宽然在没有犯罪证据 也没有人指控的情况下 违法搜索这几位弟子的家里 并且押往调查局去做征讯 企图去制造所谓的寒蝉效应 让所有的人都不敢再出来为太子们说话 第三个就是违法冻结资产 侯宽然在案发第四天 就冻结掌门人夫妇的所有的资产 不问是否跟案件有关 他全部都冻结 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费 还有子女的教育费都不留分文 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 第四个是建阅职权 案件在起诉后 全案已经细数在法院管辖 但侯宽然却建阅职权 自行发函给内政部 要求去解散太子们 而且他在接受监委调查的时候 也自己承认 他是善用自己的名义 没有经过上级主管同意 之后更两度 发行给八个县市的政府 命令解散太子们 甚至发行给台北县市的公务局 直接要求 对太子们的盗管进行断水断电 企图彻底的瓦解太子们 第五个就是严重违反科学办案 侯宽然在86年4月15号 仓促的将太子们案件起诉 并且在起诉书中 污指太子们养小鬼 引起舆论的哗然 而且他还公开的接受媒体访问 宣称说他用眼神 来认定掌门人来养小鬼 满嘴的怪力乱神 遗笑国际 第六个就是强害司法威信 在起诉书公布的隔天 侯宽然才在4月17号 再次对太子们的4个盗管进行搜索 最后扣得了一把陶木剑 就认定这是养小鬼的唯一证据 甚至当天下午 他才首次询问掌门人 是否有养小鬼 这种先射箭再画把的办案流程 严重的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 也让台湾的司法蒙羞 更离谱的是 这把陶木剑自始至终 侯宽然都没有乘上法院当证物 而当案件结束之后 太子们要求返还 这把陶木剑的时候才发现 陶木剑竟然已经不翼而飞找不到了 第七就是严重侵害被告的权益 从积压掌门人隔天到公布起诉书 共长达117天 胡宽然他只征讯掌门人3次 花了29分钟询问了13句话 而且在询问的过程之中 胡宽然的态度非常恶劣 不仅丢卷中拍桌子大声咆哮 甚至语带恐吓 连掌门人要求要拿取有利的书证 都被他断人拒绝 而且从侦查到疑审 侯宽然检察官 他从来没有依法去通知掌门人委任的律师林超雄 也从来就没有告知掌门人所涉嫌的罪名跟法条 这样的侦查过程当事人的防御权 诉讼权 还有辩护律师的辩护权 全部都被他直接剥夺了 第八就是强害检察官的公正执法形象 侯宽然未审先判 加入自救会就可以求偿损失当作恶 工人的违法在媒体上呼吁去成立自救会 监运调查的时候 侯宽然他也承认 对于自救会成员中所谓的被害人 根本他就没有依职权调查过 也没有求证过 完全就是依自救会所提报的人数来冲诉 这完全是违反了他的职权应该做的作文 那更重要的是监察院还认定 起诉书跟证据资料存有汉格矛盾 据提起公诉不服证据法则 依法根本不能提起公诉 更不能作为课税的依据 而且起诉书只是代证事项 国税局未依职权调查 仅凭起诉书来当作发单的课税的依据 根本就应该是自食无效 你们知道吗 他被监察院调查出有八大违法 不但不用被承处 我在报上还看到这位侯宽然检察官 竟然还升官了咧 你们说气不气人 就是够离谱的了 难道我们政府对这些违法的执法人员 都没有承处的机制吗 对了 我最近在中正经历堂遇到一群法税志工 当天是联合过日集会 同时是平反太极门案深远 然后有一个志工给我一个传单 上面就提到太极门案件 早在96年7月13号经过司法判决 确定无罪 无欠税呢 人家司法都还太几门清白了 你们大家一定觉得这个案子是不是就结束了 对啊 没有没有 不是还没完呢 我觉得恐怖的 还有可怕的在后面 国税局啊 他说了什么 他说法院说的不算啊 实在是 而且还持续的对太极门开出违法税单 甚至为了奖金 在去年8月21号 竟然把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违法拍卖耶 而且还收归国有 你们说 这个是不是公然抢夺民产啊 对啊 夸张耶 真的 这就是没有公开的开标嘛 现场声音也听不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听不到 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请求 要求普箭也没有被听到 也没有听进去 一到一百投入多贵 这个动作也是啊 书你带来的动作 你是意境和意境 请你回答 李贵婚高级执行 请 主任执行 哪一只啊 没有啊 没有 10点半 你是谁 11点 啊 那不一定最后的 马上拿来接我看 那你官网 你把它抠掉了 怎么可能没有 对不对 3月28号就要用暗器 好 如果执行署 新竹温署 用什么暗器呢 因为案件审议组 他们打算 因 没有国序 激增激光承受的情形 依法可以生命承受 所以国有财产局可以进行 介绍 禁私禮是属于政允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守得税的问题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经过我们法院三审的定验以后 我们详细的论述 起诉书哪里不可采 所以间单位如果以这个起诉书 来作为磕税的根据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说这个案子里面 你会发现到我们在事实证据的调查 在阅览卷中 在整个的激增的程序 都有点荒腔走板 我觉得真是荒腔走板 我就竟然将人家的练功的修行圣地 也违法的强行拍卖 就这代没天良了吧 就还好有这本 谁抠走了他们的青春这本书 让我们知道真相 原来太行门被抹黑 迫害打压了长达25年的冤错假案 使作俑者就是这位没有良心 为了自己的名声而制造假案的 侯宽人监察官 贪功 对呀 你们知道他现在升到什么职位吗 什么职位啊 他现在竟然当上连正署 连正署副署长 你们说这什么天理可言 太夸张了 哎呀 古人说一四观九四牛啊 身在宫门好修行 听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我们 做人啊 真的是要有良心啊 俗话说的好 人在做 天在看 坏事做多了啊 真的啊 终究会有报应的 我觉得我们平常都不知道 自己原来身处在一个这么黑暗 没有人权保障 就这么需要好好重整的 政府制度底下耶 这个真相实在让人觉得 超级没有安全感的 但是同时呢 我觉得幸好有现在这本书 他愿意将事情公开透明化 让更多的人去意识到 他的严重性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真的需要这一份 一起决心的力量耶 你们如果意有未尽的话 可以上博客来买哦 哎呀 我们这样一聊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我差不多要去接小孩咯 哦 时间真不够用 嗯 好 那我们就 我来去买便当 好好 OK 那我们就下次再约再聊咯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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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